天安 大家好 阿凯拉 JURHAN 大家好,這裡是方大太 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呢,瑟瑠 今天我們要選擇鱿魚的提示 這就是綠色的藍色的藍色 那之後呢 河宇為什麼想了剛剛那些花 今天選的花 明天小小的綠花 我們現在要製作 琳派用的是 黄色和 橘色和橘色 再加上琳洞 紫色和紫色 再加上琳洞 可以製作中秋的華麗 可以製作 一般特別好的花店 都會有大冰櫃 裡面放了各種各樣的花材 這什麼花? 不知道 三小藥 我們現在來到了 以前跟剛剛花店 差不多是同一個系統下的咖啡店 這個咖啡店以前我不知道 我們跟梁老師陸亞川 一年二十四季的時候 經常錄過 但是一次我們有進來過 今天進來感覺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因為是跟花店有關係的咖啡店 所以他有買新鮮的花材 然後有一些乾花 我家製作了一碗 いただきま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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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士総合学術一名 鶴葉恵理さん 現在在這間超級酷的房子叫菊惠館 是金大的一間教室算教室吧 算是教室 對 但是一般不會作為普通學生授課的地方 是一個比較高級的教室 那是以前金大一任校長的僱居 然後捐給學校了 鶴葉來了之後就會進入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一個非常正式的花道表演 那鶴葉現在在小源流是位於準教授的級別 是有正的 你好 謝謝 恭喜 像鶴葉跟年老師他們讀的金大四修館 本來就是一貫的博士 正常來說一貫博士就是一口氣讀到博士 中途並沒有有修士畢業的這個東西 但是因為鶴葉他想去一些國際大的機構實習 所以他就申請了 他需要一個博士修士授予證 然後授予了修士之後拿著這個去申請實習 那鶴葉前天剛剛得到了什麼 OECD國際經濟合作 國際經濟合作開發組織 的實習機會 非常的厲害 那順利的話今年11月份就會去實習 我們之前視頻也講過 女生在畢業的時候會穿非常華麗的和服 鶴葉今天也穿了比較標誌性的正袖 這個是今天會用到的花 18歲 喔喔喔喔喔 娘老師在弄燈 然後一會燈弄好我們再開始 耶 大家好 哈哈 你好 你好 你出發了嗎 哈哈哈哈 是的 Sulisya 初めて覚悟的挨拶 Sulisya 初めて覚悟的挨拶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也是后来时间非常干净 因为没有想到我们第一个影片拍了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总共预约是三个小时 到后面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做那个平花了 现在后几分使用了吗 后几分使用了吗 诶 十分吗 那今天也是非常谢谢贺雨能给我们展示一个这么神奇又美丽的艺术 那想听听贺雨有什么感想 诶 式典が終わって いけばなをいけ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秋をテーマに表現したので 皆さんに楽しんでもらえたら嬉しいです 刚刚贺雨一在说今天做的花是林派 林派跟风神雷神有一定的关系 那林派是什么呢 林派とは江战時代の有名な作家さんたちが描いた絵になります 有名な絵だったら例えば風神雷神とか 見たこと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 好厉害呀 今日のいけばなは林派の絵と関係あり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 今回のお花で作らせてもらった作品が 林派鳥いけばなといって 林派をイメージした お花で表現するという手法になってます 学习了 那现在是小原流的准教授 比较喜欢小原流的什么方面呢 お花流には色んな方があって 古典な物であったり 古典的物両方を学ぶことができて 私はすごい大好きです 僕も頑張ります 赫雨是因为她这身和服是租的 一天也非常贵 那要去店里面还 じゃあバイバイ 我们今天一天下来 其实也挺感的 赫雨她那身和服是租的 因为她自己没有那么高级的和服 算她和服挺多 据说 那大家通过视频可以看到 本期视频我们的质量 还是算是一直保持一贯的高标准 高态度 我在现场看也是非常的惊艳 希望能通过镜头传递给大家 也希望我自己 以后能达到跟赫雨一样的高度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麻烦点个赞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 麻烦点个关注 下期视频你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如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 欢迎在评论提出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提出 那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在评论提出 Peace out